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江文俊 我是韋如 有一句話說 肝如果不好 人生就是黑白 為什麼呢 因為肝臟是人體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它幹嘛 它分解你體內不要用的廢物 又合成體內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一旦肝臟不好 就會產生兩件事情 有用的東西不夠 沒有用的東西太多 當然就會有很多症狀 對 因為肝臟非常重要 它除了是解毒器官之外 你知道當我們吃錯東西 它竟然會讓你的肝中毒 對 有些人喜歡吃保健食品來護肝 結果吃錯反而更慘 所以今天大家終於有說什麼 春天養肝 今天教大家 怎樣在春天養你的肝 另外春天天氣很潮濕 今天也要教大家 怎樣排除你身體的濕氣 是的 一開始我們要教大家 我們平常知道說要看肝好不好 我們是會看眼白的部分 假設天黃 對 可能就是你肝臟有問題 但是以下你出現這一些狀況 也代表你的肝不好嗎 周醫師 是 其實在中醫的肝 跟歇肝還是有些許的不一樣 中醫的肝除了吸收的肝臟 內一粒肝臟之外 其實中醫在有一個調節血液 調節腸胃道消化 跟肝皮的功能 還有就是對於情緒 心理生理的一個變化 都在跟比方說肝鬱 有沒有肝氣鬱脂 這些東西 但是你會從身體裡面 五大訊號可以看出 你可能在中醫的角度 是肝不好 第一個是鼻頭發紅 因為你整個來說 血瘀身體裡面荷爾蒙失調 月經不對 你肝血熱到這個地方 鼻頭 鼻頭發紅 微血管擴張 好 你可能在肝筋的血液 然後血瘀再開始了 第二是粉刺增加很多 因為你的月經不調 身體產生的濕熱 肝皮筋濕熱 所以鼻的粉刺開始多了 油脂開始分泌過多 所以粉刺開始多了 第三是你傷口不容易收 因為整個荷爾蒙的代謝有問題 肝臟是代謝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器官 所以在代謝有問題的時候 傷口不易收口 代謝不好的話 傷口不易收 化膿 生瘡也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常有人是一個指甲 指甲來說它是一個 塑形指 好像刷刷 然後好像乾血 白白黃黃的 因為它乾血虛 月經不調 男生的話營養不夠好 整個身體晚上熬夜不睡的話 它的爪甲比較容易翠裂 然後指甲比較不好看 不紅了也是 但是最為人所知的是一個 就是肝掌 我的手好像很容易紅腫或黃 像我們有個病人 他年輕大概36歲 他是一個長期 馬拉松的一個習慣跑者 他就有一次 他長期的調理身體都還不錯 就有一次就是 因為上班很累 他連續加班了 三個月到四個月跑外務 然後他還是不放棄 早上去救生員考試 五點起床 然後帶小朋友上班 上課之後 然後再去上班 上班之後晚上再夜跑 結果他就說他很累 他好像感冒了 開始吃點沉藥 可是我把他的脈 那一次很奇怪 肝臟真的是沉默的器官 我把脈發現 他肝脈也是差不多正常 可是他就一直說他很累 而且痘痘一直長 痘長頭皮一直生出油 然後一直累到說 他說吃感冒藥都沒有好 而且造成腹瀉 眼看就是急性肠胃型感冒的狀況 可是一個禮拜後發現 越來越不對了 手越來越黃 而且他說尿色很黃 原來他去醫院檢查 是一個肝指數 已經衝到900多1000多 是個急性肝炎的狀況 所以這個情況表示說 其實有些時候在一個手掌 還有眼睛 還有就是皮膚抓甲 都可以看出肝的訊號 告訴大家 對 我們每次都說 肝臟是沉默的器官 肝臟的變化你可能不知道 因為你不可能 沒事就去醫院抽血 或是沒事就去醫院做潮影波 從這些就看 皮膚有變化可能是肝不好 指甲有變化可能是肝不好 手掌有沖血也可能是肝不好 傷口大部分 最近怎麼都不大會好 或是平常可能一禮拜就好 現在變成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才會好 也要小心你肝臟有問題 台灣人很喜歡吃保健品 特別是可以護肝的一些保健品 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賢醫師 你說這種沒有選對 甚至可能會出問題對不對 對 剛剛有提到說 肝是一個沉默的器官 沉默有時候也會抗疫 欺負他過剩的時候 對 欺負他的時候 他說我們可以解毒 但是不代表百毒不清 就是我們的肝臟 它本身在生理構造上 它就是一些我們叫做巨噬細胞 就我們身體血液中 有一些有毒物質 或一些細菌 病原菌 在肝臟的話都會過濾掉 過濾掉 像濾網一樣 對 我們吃下去的食物 或者是藥物 也是在肝臟做代謝 是的 暫時要提醒各位 不管是中藥 西藥 甚至是保健食品 也有可能會造成肝臟的受傷 我來先講一個案例 這個病患就是 它是本身有一個高血脂 在新陳代謝科追蹤 追蹤了好一段時間的時候 醫師建議他說 你這個血脂太高了 一定要吃降血脂的藥 降血脂的藥 他吃我們常見的 就是Stardine類的 他吃藥之後 結果過了一個月之後 醫師在幫他追蹤的時候 發現他肝脂素輕微的上升 很正常 GioLiGbD可能高到七十幾 八十幾 然後那個醫師 他新陳代謝科醫師說 這樣我幫你轉整到肝臟科 去看一下 胃腸科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跟這個藥物有關 我們看他數字的變化 就跟他解釋就是說 像這種降血脂的藥 大概3%的人 吃了之後 可能肝脂素會些微的上升 你不用太擔心 但是他聽了之後說 不行 這個副作用那麼明顯 就傷肝了 我降血脂傷肝 拜託 我本來就不愛吃 因為很多人是其實不喜歡吃藥 不喜歡吃藥他就很勉強 他就說 那這樣是不是跟這個有關 我說有可能 他就說這樣我不吃了 我要停掉 我要自己想辦法 結果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再去回新陳代謝科 門診追蹤的時候 發現他肝脂素更高了 到200多 然後那個新陳代謝科醫師就問他說 醫師有沒有叫你停藥 他說有 我沒吃了 我就自己保健 結果後來之後他保健是吃什麼 吃紅麴 紅麴 大豆紅麴 蠻常聽到的 就是可以有降血脂的效果 他再轉轉我來看 其實我跟大家講說 其實紅麴算是一個保健食品 他的確也有認為是說 可以有降血脂的效果 但是國外也有案例 就是吃了紅麴之後 產生急性的肝毒性 而且因為我們紅麴的話 它有時候是發酵製造的 在製造的過程中 如果在製造的過程中 保存不當 或者生產的過程中有染污 它有時候會有增菌感染 會出現一個叫做橘霉素 橘霉素這個毒物 就算是有毒物質 它可能會造成急性的肝毒性 所以紅麴本身不見得會傷肝 但是他在做的過程中 平衡管的把關中 有時候出了問題的時候 它還是會出現問題 所以說有時候你比他以為 是說好像吃藥很危險 有時候吃保健食品也要小心 對 因為還是要選擇一些大廠牌 因為小廠牌 萬一它製成沒有那麼精密的手藝 有時候就會出問題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紅麴之外 信美 你說還有其他的也會 比如說黃麴毒素也會對不對 對 我們來講一下 其實肝臟有幾種生活習慣 或是你接觸到的東西 都可能會影響到肝臟的 會産性一些病變 第二是腸道 其實你看左邊的兔 肝臟其實它會有很多血 又回流到肝臟去做解毒跟排除 其中肝門靜脈就是把我們腸道 很多營養素可以吸回去肝臟 可是相反的 有時候腸道不健康的時候 它的毒物間接的 第一端就灌到肝臟裡面去 第一個其實你腸道不健康 你肝臟也可能會有問題 第二就是各種毒物 其實我們知道肝就是一個 很大的排毒器官 肝跟腎其實都是 所以比如說像塑化劑 有時候我們接觸到很多 塑膠類的製品 塑化劑 重金屬類 有些時候它就會在肝臟 或腎臟去排除 如果你塞車了 它這個地方就會受傷 這個講的都比較像是 肝臟有負擔 但是講到肝癌 其實就有幾種 我們真的比較怕會遇到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肝炎 然後大家可能知道B肝 C肝會造成肝癌 但是黃麴毒素 比如說花生 其實跟我們剛剛 前一是提到的這種發酵 或者是它裡頭 在這個保存的過程中 出現問題可能有關 所以比較常見是花生 堅果類也有可能 這些裡頭 其實黃麴毒素 也可能會造成肝癌 但是其實這個 會面臨到我們門診上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肝癌 BC肝其實可能是 其中一個原因 黃麴毒素 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肝癌的原因 但問題來了 黃麴毒素不好佐證 我們BC肝其實打 假設你懷疑 你就驗血就知道了 抽血就知道了 問題黃麴毒素 其實我還私底下 剛剛跟前醫師確認一下 目前並沒有辦法 從血液中就看出你有中毒 我曾經只有一次有一個病人 是我在住院醫師的時候 我們要去跟那個 腸胃科門的那個住院 那醫生都有個任務說 這個病人是肝癌 那我們就要去找 他有沒有什麼原因 結果完了 他沒有B肝沒有C肝 我正在哭腦說慘了 我沒有辦法跟 我的主治醫師交代 還有什麼原因 剛好他兒子跑出來 他說叫我幫他說服他爸爸 一問之下 他爸爸以前是那個流動攤販 在賣那個花生 所以花生有時候賣不完的 他就自己吃 最後我們是把他賣不完的花生 拿去做檢驗 真的是黃麴毒素 所以其實這個算是非常少見 可以直接證明說 可能就是這個造成肝癌的 所以還是要小心 如果你家裡有放太久的堅果 太愛吃花生 一次就買一大桶 這個還是可能會造成肝臟受損 對 其實肝臟真的是一個 很可憐的習慣 他要做很多苦工 這個肝門競賣一進來 所有腸胃道的東西 都從這個地方 直接就關進來了 等他消耗好吸收 再把好的東西丟出去給你全身 壞的東西全部都要來負擔 所以如果你吃了這些東西 生物毒素 像剛才也是講的菊梅酥 紅麴 納豆紅麴 自身不好 你就小心 黃麴毒素也是一樣 金屬物質也是一樣 另外就是你本身如果有鼻息肝 更可怕了 所以這些狀況都是會傷肝 但假設你真的肝不好 對女生來說 其實會影響我們的腹科 會扯這麼遠 沒錯 其實肝臟其實是我們身體 最大的一個代謝器官 除了跟我們剛剛講的解毒 甚至跟我們的免疫都有關係 那身為女性 我們更應該要把我們的肝臟固好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 肝臟是對我們的賀爾蒙 其實是需要一定的一個 調節的作用 當我們體內有過多 這個女性賀爾蒙磁激素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將它代謝 再由尿液排出體外 但如果當你肝臟是屬於一個 比較受傷 或者比較不好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其實這個賀爾蒙的一個代謝 就會走比較不正常的途徑 正常來說 其實我們的磁激素磁二醇 它在正常的情況下在肝臟 它可以代謝成二腔肌磁酮 這個成分 其實它已經不具有磁激素的作用 就不會有活性的 對 但是它有 反而對身體是有保護作用 但是如果當你肝臟是屬於 不好的狀態的時候 它就會將這個磁二醇 代謝成16α 腔肌磁酮 另外一種東西 這名字很難 對 但是其實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它還具有磁激素的作用 所以等於沒代謝掉 對 所以就會讓我們的內分泌 呈現失調的狀態 甚至有一些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體內這個成分過高的時候 跟我們很多婦科的疾病 甚至癌症有關 包括子宮肌瘤 大家很擔心的 還有乳癌 子宮內膜癌 卵巢癌等等 像我之前有一個案例就是 它是一個銀行的高階主管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種企業的高階主管 日夜顛倒 責任制 但是他們定期 公社福利也滿好的 定期都有一些見解 所以它每年 因為女生 然後她每年都會對於婦科 都有檢查 因為她有子宮肌瘤 所以現在針對這一塊 每年都會檢查說 有沒有變大等等 其實之前都維持得還滿好的 在最近一次的 見解就發現 子宮肌瘤忽然變大 而且變大滿多的 懷疑是肝臟出問題 因為它的肝指數 明顯的比之前高 那可能跟剛才薑碧講的 可能喝酒 應酬等等 有關係 所以有時候我們女生會覺得 肝臟好像受傷 就頂多是什麼肝發炎等等 脂肪肝而已 對 但是其實跟我們身體 很多部位都有關係 所以女性來講 大家都很怕得到 什麼子宮內膜 什麼樣亂 你知道怎麼辦 乳房怎麼了嗎 但是肝硬化 在男生竟然會不舉 其實 對 這其實相當嚇人 真的很嚇人 非常驚人 非常驚人 其實臨床上就這樣 你跟他講說會得肝癌 沒什麼感覺 還是有 有一點 還是會怕 絕對沒有這個 不舉來的嚇人 對 這個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才說 肝癌有幾種功能 像我們剛才提到的是解讀 另外一個就是合成 合成有時候叫合成蛋白質 但是像我們男性和荷爾蒙 睾固酮 裡面其中有大概四成左右 是由我們要叫做結合的蛋白 來負責運送 在學育中在常常運送 運送 在運送的過程中 你身體合成蛋白質的能力 降低的時候 你在荷爾蒙 在運送的過程中 就會變得比較差 所以幾乎肝不好的人 甚至只有脂肪肝 不見得療到肝硬化 他平均抽血驗起來 他的睾固酮就比較低 有些男性荷爾蒙 就比較低 這樣會造成第一個當然性慾 會變得比較差 當然在各方面的表現都不好 所以說 我們以流行病學上的統計 如果有肝硬化的話 我們造成陽危 不舉大概有85%以上 都會有這個現象 在臨床上 就造成人家病患的困擾 因為像有時候門者 有時候病患來回診的時候 就跟我說 有時候有一次遇到這樣 就是他跟著太太一起來 然後他進來就很不高興 他就開始一進來 他就對著我就質問我說 錢醫師你開那個什麼藥 這藥副作用太大 你就看他老婆的表情 就覺得好像不太對勁 不買足 他就說你看了 你開了這個藥是保肝沒錯 肝功能是改善 可是這副作用太大了 我覺得他站不起來 就是說他整個夫妻之間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鬧得很不愉快 他說應該是這個藥物造成的 其實我看一下藥物 其實還好就一般保肝的藥 其實不應該有那個副作用 但是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還是硬著頭皮 說這就是藥物的副作用 硬著藥物的副作用 因為其實是肝硬化造成的 其實肝臟不好 對你的性的荷爾摩 大概就是兩個 雌濟素會變多 窮性濟素會變少 所以出去應酬 喝茶 不要再喝酒 說中醫師的茶好不好 中醫師有什麼茶 可以調理我們的肝 對 因為春天本來就是鼠木 我們這時候是要蓬勃生發 陽氣要出來 樹木還有花草 都要蓬勃生發的時候 所以肝其實是鼠木 它起調達 長高 所以你不要再把像冬天 就每天滑手雞 和在那個滑手游了 這時候肝臟要出來 深深懶腰 所以我建議我們 錄影的時候 春天要站著錄影好不好 這樣比較好一點 是 讓它深深懶腰比較好 那我現在介紹幾個 就是我們現在養肝一個月 可以健康一整年的 乾淨養血腸 在這個月我們可以用 金銀花 陰沉石湖 一方面是因為金銀花 這一次COVID-19非常紅 它對於清熱解毒 還有中藥的抗生素 中藥天然的消炎藥 金銀花去消炎出乾的乾熱 陰沉汗石湖 就滋陰清熱 還讓我們的乾的一個 乾膽的一個燥熱火氣 降下來 但是你不要忘記 其實在內徑來說 我們說女子養肝 以養血為主 所以你看菊花 紅棗 枸杞 我放進去 因為它可以引血歸肝 把好的血引到肝去 讓我們的再造生血 再造肝的新的血 這個東西燃好各五克 我們用1000CC的水去煮沸它 就可以喝了 所以是這道養肝茶 在你平常工作比較累的時候 就可以多喝一點點 養肝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廣告之後回來就教你一道料理 幫你養肝喔 有些人啊 對痛感不是那麼的敏感 如果你活動的時候 這個關節咔咔聲 伴隨著疼痛 這個一定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市面上的鈣片白白種 到底要怎麼挑選呢 檸檬酸鈣啊 碳酸鈣啊 磷酸鈣 它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各有什麼優缺點呢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豪里等著你喔